对于浩浩身上出现的种种问题 浩浩的父亲同样也是一筹莫展 面对我们的镜头 浩浩的父亲说出了想要让我们栏目组帮忙解决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我想最主要现在想解决的应该是 一个是张着嘴睡觉 睡觉时老张着嘴完了以后就口干 然后他睡觉就不安稳 这一宿老翻来覆去 睡觉不踏实一宿只能醒好多次 他也是不好他母亲也是不好 孩子的事那都是天大的事 能再发现孩子有一些小的异常 就及时的就医的做法 那说明了一点 王大姐很在意孩子的一点一滴 虽然我们在浩浩睡觉之后呢 并没有拍到他张着大嘴睡觉的镜头 但是相信爸爸妈妈都提到了这一点 这也一定是一个的的确确存在的事实 为了得到一个确确的答案 我们和王大姐一家相约到医院 再进行一次详细的检查 让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我们王大姐太过于紧张 还是我们的确忽视了浩浩的病情 在经过一番了解之后 我们的编导决定先解决浩浩睡觉张着嘴的问题 于是我们带着他们一家来到了解放军总医院 第一附属医院的耳鼻喉科 周主任为浩浩进行了全面的检查 我看看小克力有多少 一口奖励的一个 先给你妈妈看看 你看这边 哦 看看这边 哦 今天吃个葱包肉 我看你有没有 那么小的孩子的话呢 他不配合 你要做那种内镜检查 他不配合 很难做 怎么办呢 这种孩子两个办法 第一个拍一个片子 鼻炎撤为像就能看出像体的大小 第一 第二个真要做这个检查 只有给他吃点药 睡着了以后做 哎 真好看 往往醒 行 来 哎 现在的问题就一个问题 鼻子不通气 鼻子不通气 只有张嘴呼吸啊 那么鼻子不通气的原因是什么呢 针对这个孩子来说 有这么几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最常见的 现样体肥大 现样体是什么呢 就是在鼻子后面的扁导体 对 咱们老百姓都知道 嗓子里有两 那是扁导体 其实扁导体不止这两个 这鼻子后面还有一个 那叫现样体 它大了以后 正好堵到后鼻孔了 所以那气过不来 对 咱们老百姓的扁导体 对 咱们老百姓的扁导体 对 咱们老百姓的扁导体